感谢主我们祷告 主啊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有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 求祝你也帮助我们明白受苦和试探的关系 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压力当中能够依靠你 祷告奉主耶稣记得名求 阿美 大家知道我8月9号就进了医院 因为有个轻微的中风 但是那是星期四 星期一之前三天之前我去了港九陪灵会 我就听了一个讲员讲一个影言一个牧师讲的 他说做信徒要记得三件事情 我们的人生第一要传福音 第二将来你要死去 你愿意死去 第三要愿意被遗忘 be to be forgotten 要愿意被人家遗忘你 我听到的时候我很震撼 我说我永远不可以忘记我的太太 她过世两年四个月之前 所以挣扎很久 但是三会之后我跟神说 好 你不要碰我太太 我自己愿意被遗忘 三天之后我就中风 中风之后就去了医院 我就体验什么是被遗忘 但是我中风里面我学到很多东西 第一我学到我们的义务人员 他们活跃 他们很勤力这样帮助我 我感谢他们 第二我也经历到做老人家的辛苦 我住在一个老人家的房子 有八个人 差不多每个人都坦荷在那边 没得很末期这样的啦 只有我一个年轻的 哎呀 你们笑我年轻啊 五十八岁算年轻了 第三呢 我也经验到我太太 以前十四天在病床的时候 不可以下去的痛苦 因为那天呢 我四天 三天不可以下去 他们说 因为你是中风呢 你不可以下床 也不可以吃 也不可以喝 但是那十三天呢 我要感谢神 我不吃 不喝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可以下床 什么都靠别人帮我换衣服 什么去大便也帮我 所以我感谢神 那三天呢 我没有去大便 因为我没有吃 没有去洗手间 所以我很多东西我也可以感谢神 但是呢 在那四天的时候 我想到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呢 我也想到很多基督徒 经过很多百般的试炼里面 都需要很多的鼓励 对吗 所以呢 那四天里面呢 我都是尽量有一个很正面的方法来面对 但是四天呢 我每天都希望很快就出院 但是到了四天才可以出院 但是我可以下去的嘛 就很难也就没有洗澡嘛 四天也不敢说我要洗澡嘛 全部是女的帮你做事的时候 也不要啦 所以呢 尽量呢 都不要洗澡啦 但是感谢主 那四天里面呢 我就学到很多很多宝贵的功课 我们每个人都面对很多试探 然后给他们打倒 但是一些人呢 痛苦的时候给他们降强 你是哪一种呢 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有痛苦 但是呢 在主里面我们会有给我们能力 所以今天我们查雅各一章 这是本来我出院的时候要讲的 但是没办法 太弱啦 所以我帮帮我讲的那天 这是雅各一章 这是雅各第一章 我们 神有时候给我们试炼 为什么呢 他目的是什么呢 第二 当我们受苦的时候 神在哪里呢 第三 这是说我们的受苦来自 来自什么事情呢 这些我们大家要研究 第一呢 我要分享的在雅各书呢 第一章的时候呢 在试炼中我们可以获胜 胜过一切的试探 我们一起来念一到十一节 一到十一节 开始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 请善在住在十二个 我的弟兄们 你们若在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之下 就算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劝诊 你们中间若有劝诊 自卫的 毫无劝诊 也不要这人的神 诅咒必辞给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移 因为呢 这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的 这样的人不要 信怀义人的人 在他一切形成 根本 千岳的弟兄 都应该苦 故事的讲述 也爱故事 因为他必尽 美 那富贵的人也在所行的事上 好 一个故事呢,讲一个年轻人,他本来是做交通的官员来的, 但是最近呢,他经过很差很差的精神,跟别人的事情不好。 一天呢,他就上班的时候呢,就经过一个马路, 那马路呢,刚好发现一个很坏的装车的事件, 很多人就跑在马路,看到马路的时候, 你就觉得呢,很混乱一个事情,因为太多人伤了, 太多车在那边塞住了,所以呢,他看到因为他自己的心情不好的呢, 他就看到呢,就觉得很可怕,所以呢,他就比较紧张,就很混乱了, 所以呢,他就本来,本来他在那边呢,就不知道怎么样所做的, 但是呢,他觉得无助,而且呢,也看到那马路全部塞住, 所以他自己觉得,是他自己一个人很孤单, 很破碎的时候,他觉得什么都不可以帮助。 当他这样想着,一个婆婆,跑在他前面, 看到那个交通的官员嘛,穿着他的交通的, 他就跟你说,年轻人,你脱了你的衣服给我吧, 年轻人,你脱了你的衣服给我,我就可以把这些交通搞定了, 就不必塞住这么多,那年轻人才知道, 原来呢,他有那个权利来管理这些交通的, 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故事重要呢? 我们看到第二节的时候,当我们呢, 就是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伴思念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们已经经过这个试炼当中的, 但是雅各说呢,当你经过这个雅的时候呢, 你要怎么样啊,以为啊,这个字很重要的, 我们看以为,以为这个字呢,都是一个命令来的, 在原文,就是说,什么呢,是以为呢? 以为呢,下班呢,就思维啊,想啊,看啊,当作呢, 当作这个大喜乐,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是当作, 但是呢,这个字呢,马太福音二章六节呢, 就预言耶稣将来的时候,将来有一个什么, 啊,郡王,所以呢,这个字呢,将来有一个首领, 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原来这个以为啊, 不是单单你的心里面以为啊, 就是好像一个领导这样给一些命令, 好像领导这样有权利,能够统治你的困难, 所以呢,这个以为呢,不是说失落的, 就是刚强的来控制你的困难, 当你遇见试炼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在一个试炼当中呢, 觉得自己没有力的,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给我们能力, 来解决,来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雅各也是这样说,就是要以为好像一个王帝, 好像一个首领,好像一个统治者,这样的力量, 来把那些事半来控制他, 所以呢,这个很很重要的, 因为那个那以前的教会呢, 经过很多困难,有逼迫,有一些人有贫穷, 有很多危险危险,但是你知道吗, 贫穷和危险呢,不可以打到我们的, 只是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准备, 所以雅各说,我们准备要统治, 不给他站的这个高位置, 我们要站在高位置, 这个试炼呢,在圣经里面实际上出现的, 而且那个试炼跟试探呢, 两个同一个字的, 负面的时候就要叫试探, 正面的时候就叫试炼, 所以两个没有的, 分别在什么呢,分别呢, 就在目的是什么, 这个试炼的目的, 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来自哪里的, 第三,就是那个性责, 所以呢,他开始就是说, 原来呢,那个试炼呢, 我们不但是统治他, 第三节呢,你知道, 就是能够胜忍耐, 就能胜忍耐, 所以神给我们的呢, 目的呢,第四节呢, 就有一个大目的的, 使你们做, 什么, 成全, 原备, 所以你们呢, 能够在那个试探, 试炼当中呢, 你经过了, 你有忍耐, 能使你们预备了, 全备, 这意思说, 时间有考验, 那个人呢, 完全备呢, 是全方的意思说,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人, 无论时间也可以, 一次两次也这样过, 无论你的人, 也没有弱点, 也没有什么, 可以难住你们, 所以呢, 来自说, 我们每个人, 试探, 试炼, 有什么分别呢, 第一, 就是的目的, 使我们, 能够做什么, 成全, 全备的人, 两个没分别的, 在希腊文, 翻译的时候, temptation, 跟trial, 试探, 跟试炼, 没分别的, 几十翻译呢, 这是试炼, 自己说, 试炼, 不是试探, 好让你们能够怎么样, 做一个忍耐, 能够忍耐当中呢, 你可以成全, 做全备的人, 所以呢, 为什么这样的意思呢, 就好像你, 下次经历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无助, 你不会觉得有缺点, 你不会觉得太惊讶了, 好像我这一次进了医院, 我就懂得, 所以呢, 我就慢慢可以, 明白老人家的心情, 病的人的心情, 一些人需要帮助的心情, 之前呢, 我知道, 但是我没感觉, 但是现在, 感觉到他们的痛苦了, 给我们人生的经验, 丰盛一点, 理解别人多一点, 也可以给我们, 有百般的忍耐, 当中呢, 里面可以, 可以有一个力量, 来处理一些, 我们以前不可以处理, 更加, 给我们丰富的经验, 知道呢, 这些也可以帮助, 不但是别人, 也帮助我们的, 所以呢, 自己给我们知道, 摆半的, 试炼当中呢, 神也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 可以, 路经过的,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 就说, 自然呢, 怎么样过呢, 第五节, 第六节, 就是什么, 在我们有, 需要什么, 求什么, 求智慧, 一些事情呢, 都是神给我们智慧, 来处理东西的, 好像我进了医院, 我就很, 现在慢慢知道了, 原来那些, 过月的, 过要的, 打清洁的, 什么啊, 他们快帮你, 清洁什么的, 裤也要, 衣服也要, 你不快的, 底裤也给你拿走, 所以, 很紧张在那边, 但是我学的, 就要跟他们谈话, 跟那些年轻人谈话, 很好的, 原来呢, 他们很有热心的, 但是当中呢, 我就学到, 很多很多宝贵的, 很多宝贵的事情了, 所以呢, 他就说, 我们呢, 如果我们当中呢, 试炼当中呢,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走的时候, 我们需要什么, 神不是给我们, 什么都不, 不给我们的, 神给我们的智慧, 智慧来自哪里呢, 你求神给你, 智慧呢, 在圣经里面做技巧, 有时候就是上车, 怎么样应用, 实际上怎么样做, 但你摆半的试炼当中, 你说, 有时候有时候有些人觉得, 哎呀神啊, 你什么都帮助我, 你应该帮助我, 右手拿起来, 左手, 这好像寄邪人这样, 不是, 神给我们什么, 聪明智慧, 所以呢, 这里这聪明智慧呢, 怎么样, 聪明智慧呢, 你无论是穷的, 有钱的, 你什么都可以, 依靠神, 求这个智慧, 一个人呢, 就是怎么样, 一个卑微的弟兄, 靠着这个智慧, 可以胜得很高, 但是一个胜得很高, 没有智慧的人呢, 怎么样, 他会很痛苦, 他会很骄傲, 他会带着一个看不起别人的, 所以他靠着自己, 因为他依靠自己的方法, 所以没有依靠神, 所以呢, 这个人呢, 的学习呢, 有限的, 这些人呢, 在圣经里面说, 靠着自己呢, 不靠着神给他们的力量, 不靠着神给他的聪明智慧, 他就这样, 第十节, 他好像那些草, 这样干了, 这样飞去了, 过去了, 离开了, 我们人生呢, 我们知道每个人一天, 都要被遗忘的, 你无论, 你知道牧师写了, 八本书了, 今年就可能有两本书出版了, 但是你无论多么聪明, 你写了多么的书, 一天你也会过去的, 但是呢, 唯有什么不可以过去呢, 你求神给你百般的智慧, 能够靠着他的能力来处理事情, 因为这里就说三件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人啊, 很快就过去的啦, 就是说, 我们人呢, 好像花一样, 怎么样呢, 我们人呢, 依靠自己, 就好像花, 花一天会顾干, 就是会干啦, 对吗, 第二, 会掉泄, 就是会掉啦, 对吗, 你干了之后, 也要掉下来的嘛, 我每个礼拜都买花给师母的, 所以呢, 花呢, 五天呢, 这样就, 四天五天就, 就要快点掉的啦, 我的责任呢, 还没有掉之前, 快点处理它, 第三呢, 他们会消磨啦, 因为我们人生呢, 靠着自己能力就没办法, 因为我们人呢, 都是物质来的嘛, 我们只有求神, 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才能够每天过去, 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东西, 好, 第二呢, 第一呢, 就是我们靠着, 在百般的当中, 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胜过, 这些胜过, 就好像王帝这样, 他们领受, 他们有一个很强的理念, 我们基督徒也是, 在百般的试探当中, 我们有很强的理念, 不要常常觉得自己无助, 我们要靠神的能力, 第二, 我们要改变自己的思想, 我们一起来念, 十二节到十八节, 一二三, 很受受看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验以后, 你的生命的能力, 就是无意, 因为我最爱上的能力, 人可以使他, 我会说, 我会为神使他, 因为神不能越过使他, 他也不使他人, 他都会为神使他, 还是被祈祷的, 其余见义, 不过我, 是与其花的爱, 有成一天的爱, 是被敌堂存, 有成一天的爱, 从中逛之父哪里降下来的 那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瞪的影哟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圣了我们 教我们 下一个PowerPoint 大家知道这个很有名的牧者叫什么名 华伦牧师 他写了这个不要干人生 不要干人生 最多人看的 但是你知道他多少呢 原来他有一个儿子 四五年前 当他最有名的时候 他就自杀 为什么呢 因为他儿子很小的时候 已经有精神病 他的性格分裂的 所以他自杀之后 我们知道这么有名的牧者 很几个月就没有消息 他最后呢 他就讲了 他有一个面试 有这个访问 就说了这句话来说 大家一起念 我从来没有 发与对神的信心 但我执意神的计划 这是很大的分别 我知道神是一个良善的神 但是并非世界上发生的一切 也是神的旨意 在神的容许中 发生之四十年之次 是祂的容许 因为没有祂的容许 就不可发生 但我们每个人 既有的世界 所以如果我选择错的事 我不能因此怪着神 所以神不应该被鬼 只夺走自己的生命 这是祂的选择 这是这里说 我们要改改我们的思想 所以这里说 改改我们的思想 它说我们要忍受 试探的人有福的 有时候我们觉得 什么试炼当我们当中 或者试炼当我们当中 就觉得都是神害我的 或者是神放我在这个处境里面 神不救我出来 神不帮助我 神就很多时候 但是呢 这里就说 我们要忍耐 忍耐里面呢 我们是什么 这个是 我们这里说 要忍受 忍受 反而是有福的 那个忍受呢 就是说 他的翻译呢 包括什么 人就 人住在那边 忍受 这是站立的稳的意思 当我们遇过 试探的时候 我们呢 思想要改变 改变呢 就是要 我们需要忍受 这个百般的 百般的试探 这是说 我们呢 要比 我们的困难 为一切的危险 一切的 包括死 更加厚面皮 不要给他们 打倒我们 因为呢 神也 与我们同在 所以呢 没有 经过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忍耐 靠着神的恩典 有忍耐 这样的人 才有福 每个人 要经过 试探的时候 第一句话 就是想到 神是试探我 但是原文里面呢 这个呢 神是被 神试探呢 不在的 不在的 旧的 旧的 古卷呢 没有这句话 就是说 最重要呢 就是说 神不试探 每个人 在他 因为他是神 他是完美的 他不会试探 任何一个人 没有分的 试探的理念 没有片段的 试探的理念 是丝毫的 试探的理念 在他里面 因为他是完全的 他是公义的 他是良善的神 所以呢 他不会试探我们 不但是他不会 试探我们 他会按着 他是神 他会拒绝 撒旦 可以 他打败撒旦 而且呢 也 允许我们 与我们 同在 所以呢 但是呢 我们是在哪里的呢 如果不来自神 我们第一个就是怪神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的时候 十五节 是来自怎么样 自己的试欲来的 这试欲也可以翻译为 情欲 我们的贪心 我们的情愿 我们的恶欲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渴望 试欲 贪爱 我们有时候的试探 我们的试炼 试探来自什么的呢 我们要更多 包括什么呢 我们有更多的力量 权力 快感 更多的产业 更多的理论 更多的祸到别人的爱 爱爱我们 这样呢 我们就有一个试欲了 一个贪念 因为我们贪念 我们要求更多更多 这样呢 就带出很多很多试探 所以呢 第一个 我们的责任呢 不是问神 为什么你不要帮我 神 为什么你不给我更多 这是为自己 自己 看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为了这些 自己的试欲 而要的东西 譬如说 我没有拿到这份工作 这份工作呢 对你说 那是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你要赚更多 更多钱呢 是不是个问题 除了 我们除了第一个问题 不是要问神 为什么没有帮我 你自己问自己 是不是 我的试欲的问题 第三 第一呢 就是说 我们在试探当中 我们可以 神给我们力量 来胜过 这个试炼 第一呢 第二呢 我们改过自己思想 第一呢 第一呢 不要 最弱的是说 神你害我的 每个人在 在当中呢 神你害我的 甚至我医院 我们想 哎呀 为什么这样的呢 我这是不敢 问神 说 是不是你的 但是我知道 神是良善的 神是公义的 他一定 有他的自己的 意思 但是当中呢 我学到很多东西 这是神的 信义 第三中呢 就是要怎么 在见证中 受教 要我们呢 在我们见证里面呢 也可以有 受教的 应数 我们一起来念 十九节到二十七节 一二三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到的 但你们 在这儿 就要快快的心 慢慢的说 慢慢的风味 为人的怒气 进入了 神就成为你 我一直都要 过去 这些都会 能够 你的 人生 能够 有个心 你所谓 能够 在做得到 就是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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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能够 能够 要 要 能够 听到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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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